钩针编辑的记忆 简单的就是一根针 一根蟹 一双手 用不同的针法组合 形成一个质片 拼击起来就是一个作品 钩针编辑的记忆来源 最早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古代的 会那个哥哥 哥哥这些自己用的 家用的这些质品 后来是从国外开始 勾出品的货 国外的那个教徒 开始我们那个上海 有这个记忆嘛 有利口图嘛 把那个西洋的这个货 拿到我们这个上海来 加工编制 当时呢 编制的时候呢 是简单的发行 我们出口的东西 大多数都是衣服的比较多 如果做出口的东西 就是国外有那个图纸 有车秤 现在呢我们自己的那个作品呢 我们先写好 我要用什么花 来组合这件衣服 把它那个画一个车秤的图 就这样定位定好以后 就开始勾 我们要先勾一件好看的作品 我们的那思考比较多一些 那就是会死也是会工 一件衣服 有的甚至要一个月 有时候两个月也有